好像近來電力股仍是偏強 好像昨天中國電力升了一乘一 都破頂 怎麼看這一類相對應該不會打壓 是否還可以追捧呢 或者有貨是否繼續拿著 是的 其實我想中資的股份 真的看著政策去短炒會比較好 未必看得太 很多時譬如曾經有一些一代的股王 他回起上來其實都可以挺誇張的 所以就真的看著整個 一來看著政策 二來你看著他的資金面 什麼時候別人炒完 走的時候就做一些短線 譬如很多的中資股份 其實如果你看一些重要的技術指標 或者重要支持的那些 其實應該是年頭下來的那一刻 很多就已經破了重要支持 所以就是下跌的時候 他們下跌得很急 看回整個行程去短炒好一點 那現在電力板塊 應該還是一個重點支持板塊 就是現在國家那邊 還有這個應該就是一個 都挺全球性的事 就是現在全球都是 那些國家全部在做 想去減碳排放 那都繼續會是 所有的政策都會是 利好這些的新能源業務的企業 那還有資金上也是 很多時候資金都是順利著國策來的 那所以這個板塊現在是真的很強 還有中國電力前幾天 也有配股 配股之後 還夠升 那就厲害了 其實它配股前已經開始起動突破 配股打了下來一點點 其實它的配股消息都是好的 因為它都是做一個新能源業務的擴展 又不是像別人的內房那樣 內房這期也有很多配股 還債 對 它們的配股是因為要還債 那個理由就是 有些不同的配股要還債 就要這麼低的配股 其實真的很等錢花 但是這個其實算是近五年的高位 近來配股 也都找到這麼大手的資金去接貨 還有就是那個原因 是一個的擴展 你看到那個行業在擴展 而且是很多的資金願意在這邊投資 那這裡其實是可以看你好一點的 有貨呢 其實它昨天是創近五年的新高的 那麼突破了九月頭的高位 已經是創近五年的新高 然後現在呢 昨天如果你說 就是早點淫遲 那你之後升十幾百分 你就可以看今天的情況如何 今天如果是繼續 繼續站穩四個四毫一呢 那其實可以繼續 看看會不會有個機會賣入的 但是你如果怕這些 會不會之後會急回一點點呢 那可以看著十天線 大約在這裡就是一個 它形成一個上升軌上來的 那再看上去下一關 可以先看著一個齊頭關 五元那樣的 嗯 對 你 按摩